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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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剛才講很久不見的這個貨櫃航運了齁 今天這個我想是大家想看的重點 為什麼? 過去齁 我們剛才已經講了 看到很多IC設計股突破月均線之後反彈嗎? 對 面板突破月均線感覺也要反彈嗎? 那大家就會想說 那 那個貨櫃航運呢? 之前齁面板跌那麼深是因為怎樣? 它的數字不好嗎?它營收還是很漂亮啊 是因為面板爆價往下滑嗎? 所以面板跌很深嗎? 貨櫃航運的營收就你現在看到的營收有不好嗎? 還是很好啊 那股價為什麼跌那麼多? 因為運價開始在反轉嘛 那如果說之前因為面板爆價跌很深的面板都可以反彈 像友達都可以大漲了 那我這個長榮萬海陽明難道不行嗎? 我們還是可以期待個什麼東西? 友達是因為什麼大漲?財報嗎? 對 他們的財報第三季難道不好看嗎? 一定也好看嘛 因為已知的營收就不錯嘛 對 但是我要跟你強調一件事情 我們要看產業是看未來 面板 你那個財報是什麼時候的營收? 是已經公布過去的營收 跟未來不一樣 未來也是要看報價嘛 那貨櫃行業也是一樣嘛 你說短線 跌那麼深 大家去抄個底 去賭個反彈 去賭那個什麼 接下來的第三季財報公布 我覺得情有可原啊 因為大家想說面板都可以彈漲停了 Why not? 貨櫃行業不行 所以今天會有買盤是這樣來的 這一切都要感謝友達 友達帶動了一大堆低基期的股票 這跌很深的股票出現反彈 因為只要這些跌深的股票 他的營收看起來第三季還不錯的 大家就預期財報應該不錯 可是他們的重點是在第四季啊 是在未來的第一季還會不會再跌嘛 那個股價才會先修正嘛 短線只是反映他那個叫所謂的財報利多 那你就要分開看嘛 你做短的人就看短線了 你真的做短 那做短你就要快進快出嘛 一旦有股價轉弱的趨勢 你要趕快怎樣 趕快跑 就這樣啊 你要做很短我沒硬件 但是如果我剛才講過 你要做安穩的投資 你應該去找其他 至少是站上所有均線的股票 然後產業前景是比較OK 比如說第四季的營收 或未來一季的營收 可以持續往上 你要分開看 那我們看長榮這邊 所以最近都大家去搶這個啊 搶這種敵人生的股票啊 對 有搶 你知道搶銀行嗎 搶銀行搶到錢你要不要跑 跑 如果你搶不到錢 更要跑 你搶到錢跑是正常 你搶不到錢你連錢都沒有你更要跑 不然你就白白抓去關了 對 搶反彈一樣啊 這個叫搶反彈吧 離季均線這麼遠耶 怎麼搶怎麼看 你看這邊 突破月均線是不是維持了一陣多頭 對 維持好幾天的好光景 跌破之後咧 這邊是不是兩天站上月均線的好光景 對 跌破咧 今天是站上月均線 對 為什麼每一次站上月均線都大漲啊 老王 因為大家看到站上月均線 就想買嘛 對 想說 哎呦 因為均線不是最基本的止跌訊號嗎 所以全部都進來買了嘛 所以盤中就一直拉拉拉 有人拉過基金均線一直拉拉拉拉一直追追 這叫集體共識 你有本事突破了齁 這叫站好站穩 我再講一次 你有本事突破了 就站好站穩 所以你今天自己去搶的 你怎麼看 就看哪條均線 只要跌破 要不要跑 要 好 陽明 今天也突破月均線了嘛 對 要是跌破要不要跑 要 如果沒有跌破咧 就繼續往上反彈嘛 他的反彈的時間跟空間 就是在月均線來做判斷 只要沒跌破月均線 維持反彈 一跌破 結束反彈 這樣你自己會操作 那如果在這邊震浪 你看下面有一條 五六跟十 這樣要一起看喔 因為他站上月均線了齁 這樣的形態就很像我們先前談到的 天域跟蹲泰 就下面這兩條均線要一起看 如果禮拜一就一根藏黑下來 有點烏鴉嘴 就跟天域一樣 如果一根藏黑下來 你也不用太緊張 因為你要看五日跟十日 OK嗎 就是三條一起跌破啦 就是三條一起跌破啦 萬海 再半導一下 是有人在詛咒我 在陽明船上的人在詛咒我 抱歉我沒那個意思 我沒那個意思 大家知道嗎 應變嘛 萬海還沒突破嘛 所以你這樣搶反彈的 你就要等嘛 等他突破月均線嘛 那你再用月均線做停損嘛 這樣很清楚 萬一他沒站上去喔 我已經在車上的 我已經在船上 抱歉是船上 因為最近電動車太強了 我常講車 其實船 如果我也在船上的 我在船上 船上 前滴不能破 破了就要趕快跑 你看他還是守這個前滴之後 然後再反彈 有沒有 他是不是守這個前滴 85.5這邊守前滴 再往上反彈 所以這個前滴不能破 他如果沒過 就在這邊震 不要跌破前滴都沒事 一跌破前滴 要不要跑 要 你們不要忘了 萬海、長榮、陽明 這一波的崩跌啊 就是在於跌破這個前滴啊 剛跌破的時候 多少人跟你講說這破底翻啊 說啊 這個會破底翻啦 有沒有 很多人講喔 假訊號會假跌破啊 又假跌破了 直接崩到底了 破前滴就跑了啦 懂嗎 台灣頭縫啦 一樣齁 也是還沒突破越軍線 你要等他突破越軍線 才會出現像長榮、陽明 今天比較強勢的走勢 萬海今天漲勢比較弱 為什麼 因為就是沒有突破越軍線嘛 離等他突破越軍線漲勢就比較明朗了 那這種沒突破越軍線的貨櫃航運股 就看哪裡 前滴啦 這樣可以嗎 好啦 今天直播大家講到這裡 那這一波的這個 我要跟大家講 如果你問我老王 那你會不會帶會員去買貨櫃航運 對不對 我答案不會 保證不會 肯定不會 就跟我剛才在講面板一樣 老王 你會不會帶會員去買面板補 保證不會 肯定不會 因為這種搶板潭你就做短線去搶就好了 我帶會員沒辦法這樣短線跑來跑去啦 因為我都找多方趨勢的強勢股 我在這個節目不是這樣講嗎 我在五報也這樣講 我給你們稍微看到一下順便共商時間 當然我剛才已經講了 我們會員買進 這十月 我現在給你看了 這十月份的股票 比較強的 我們也有 停損賠錢的 也有 兩三檔 停損賠錢的 大概 我應該沒記錯 我記錯跟大家說我們抱歉 那就很少了 也是有賠錢的 但是讓我工商 工商一下 好啦 這成早以前就開牌過了 欸 講電動車那一集就開牌過了 對啊 這樣 是不是多透的股票 是 這樣 這支沒開牌過 這支沒有 我會員都在線上齁 如果我沒有推薦會員去買的 就我沒有發文章推薦會員去買的齁 給目標價給停利價的齁 吐我口水 一人吐我一口 不要說什麼給一兩百萬 那個太胡扯了 就吐我口水好不好 啊當然我做節目做這麼久 做頭顧做也一年多了 人格保證你不用擔心 這樣啦 今天漲停板 我都 老王你這些股票 我都 我們其實還是有很多 會員的股票是大漲的 對 我就只拿今天漲停板的 會員的股票 來跟大家工商服務 這個沒有漲停板 但是因為蠻強的 健翰 我圈起來就是這一天的盤後 我們都是盤後推薦的啦 所以就這一天的盤後 這一天的盤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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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喔 我推薦完之後馬上大漲嗎 沒有 我不是去追大漲的股票耶 我講過了嘛 我帶會員會去追大漲的股票嗎 不會 保證不會 大漲股票我不會帶會員去追的 你自己看就知道了嘛 推薦後才噴的啊 也沒大漲啊 簡單跟大家工商一下啦 因為最近表現還不錯啦 那 這個用意齁 其實你們如果要加入持股 會員也是沒名額 我只要告訴大家 我們 在9月份那一波 我們是叫我們全國會員空手避開的 對不對 會員滿手現金啊 然後在10月開始 我是不是帶著會員去搶反彈 那你看反彈的成績 怎樣 很棒 這都是這個月的喔 不是拿很久以前 都是這個月的喔 推薦他們去搶反彈的喔 怎樣 如果你喜歡這樣的節奏 我主要不是要告訴你 我有多厲害 因為我們節目也不會常常工商啦 因為工商很煩啦 我主要 而且我今天講那麼多段分析了 工商一下 給我一下啦 如果你喜歡這樣的節奏 不只是帶你賺錢 還可以讓你避開風險的 歡迎怎樣 加入普惠頭顧 電話拿起來 這樣好老喔 好像以前的頭顧 好啦開玩笑啦 不管你要不要加入頭顧 都支持 都謝謝你的支持老王啦 好 那我們下禮拜再見 謝謝大家收看 週末愉快 拜拜 王以龍老王 吉普會頭顧於所推薦 分析之特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